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妈妈木华萨正在进行中的惊人记录 华萨出道后首次出演的综艺节目是 2018年播放的Companie Hayana 在该节目决定停播后 华萨出演了最后一集 当时与自称是华萨的粉丝 如果一起合作表演了Chujima一首歌 这首歌一推出 马上就登上了音源排行榜的一位 创下了非常惊人的成绩 之后有一天 Dahunjah Tanda的制作人 在看到华萨的直拍影片后 就亲自去邀请了华萨出演Dahunjah Tanda 在华萨出演的Nahunjah Tanda播放后 华萨不只是登上了热搜榜的一位 更是在所有SNS上 引起了历代机的大乱 很多口肠店也纷纷在自己的SNS上传了 因为华萨效果 店内口肠材料不够的贴文 之后华萨吃酱油戏的影片 也是引起巨大反响后 华萨开始有了 在华萨的影响音越来越大 华萨也开始单独代言了很多产品 2018年年末 华萨以Companie Hayana 获得了KPS热门综艺人赏 而以Nahunjah Tanda获得了MBC演艺大赏的新人奖 然后在2019年 华萨发表了自作曲《萌成年》 通过这首歌 华萨拿下了美论一位 卡文乐间一位的成绩 也获得了Gordon Disco Award的Solo歌手奖 然后在2019年 代货女王华萨的影响力也没有减少 华萨在节目中吃的Tropel Japagetti 变成了韩国所有吃播主都会挑战一次的菜品 结果在商场Japagetti的本公司农心食品 也正式推出了Tropel Japagetti素食面 2019年年末 华萨在MBC演艺大赏担任了主持 也获得了优秀奖 然后到了2020年 华萨再次发表了自作Solo曲《Maria》 这首歌也是哼扫了音乐节目的一位 Worldwide iTunes Abram Chapter 韩国女Solo首次的一位 Kaleb 2020年度歌曲三位 Mama Best Dance Performance Solo上 中国Boom Boom Award的年度最大式歌手奖等 创下了非常耀眼的成绩 然后在2020年 代货女王华萨的影响力也没有减少 因为华萨在节目中吹了直笛 而在韩国掀起了直笛热潮 在华萨吃了豆皮寿司后 IG上就出现了非常多打卡豆皮寿司的人 然后就是 在《努力编不完你》节目中被优秀里点名后 开始以《韩国文章》内的莽妮进行活动的华萨 录音的时候以惊人的歌唱实力惊吓了大家 不录音的时候 就以可爱的莽妮带给了大家很多的快乐 结果在2020年末 华萨获得了MBC演艺大赏的 最优秀女综艺人奖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华萨在舞台上能用眼神吞掉镜头 但是在综艺就有种没劲无害的语气 这就是魅力爆发的部分 华萨现在也是臭人气偶像 但是好像才刚刚开始而已 真的很期待她的未来 华萨从生意开始就疯狂了 不过华萨真的很会吃 按照她的吃法吃的话 真的会很好吃 华萨就是天生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是 华萨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跟谁去旅游 第一 美食专家 所有美食都会分析完毕 对椅子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 但是 一天最少要吃四餐以上 第二 移植专家 对于遗植有着丰富的知识 不管走到哪个经典 都会告诉你起源等相关背景知识 但是 一天要听四万单词以上的话 第三 语言专家 精通各国语言 不会发生因语言不同而遇到的麻烦 也会帮你计划好行程 但是 一天要见四位以上 他的当地人朋友 第四 拍摄专家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帮你拍到人生照 人生影片 但是 一天最少要拍四百张以上的照片 第五 音乐专家 在旅游行程中 随时随地都能弹着吉他 为你唱浪漫的歌曲 也能因为街头演出交到很多当地人朋友 但是 一天至少会有四次的街头演出 今天一定要选一个人一起去旅游的话 你会选几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sixteen 你 Megan 你 我们下支影片